搞得这么漂亮 你不冷啊 冷 看到这个地方我一下子就不觉得冷 为什么 为什么 这里真的搞得漂亮 小心远景还是冷 我们要等那个师傅过来 他过来干嘛 装装智能的那个小米 小米系统那个 联系他吗 联系了他说他过桥就到了 好冷 现在到哪一步了 不懂上去才知道 等下去参观一下 指导一下 指导都不说了 我什么都不懂 我是想了解一下 看一下到时候我 以后我那个房子到时候看怎么算 明天刚好叫我表哥去帮我把电车开回来 刚好被我逮罩他了 看到他在市场闲挂 我这么忙 明明看到你在市场闲挂 我说这个人怎么在这边闲挂 我说在去买菜的 哪都放到你 被你拉过来 叫去开车 哪动了哪动了 那边那边 实际上太宽了 都不知道往哪里走 哪里宽就这么指导 要在这里等那个人吗 还是上去 等一下吧 我看他没有门禁进不来 做的是不是对的呀 他这边是铜线 铜线 那应该用什么 是铜线 应该要用铜线还是不用铜线 铜线的肯定好用 铜线高分 你看他铜线对不对啊 就是这种 弯道啊走的对不对啊 他挺好的 这个这个没有装过来的 这个要移过来还没有 是这样子的吗 是的 这个是水管 这个是水管 红色的是电的 那这个蓝色的吗 蓝色的 它这个 还有砖在这里 那他走的对不对啊 那他走的对不对啊 拿着这个是那个线 是那个 放电视的线 这里放洗衣机的地方 走了一个管 那是这样子的吗 是的 是的 这里也是厨房啊 不是厨房嘛 别 这也是厨房啊 他弄的对不对啊 他可以吧 可是你应该到时候要隔开吧 不隔 开放 开放式的 嗯 有没有天然气呢 有啊 天然气 这个就是天然气表啊 已经入过了 电表 啥表 电费都开始交了 这么快 哦 这个是主卧了是吧 对啊 主卧 这个门 这个门怎么会这么大门呢 他们说对不好 那你他就说对不好 不好也没办法 你只能这样子啊 那我还要怎么改 我没办法改啊 我这个三味了 我也不懂 三式的你就这样子了 如果改了就没这么方便了 哦 改了你没办法 我说你也是这样想的 我当时说你不改了 但是现在还没到那一步 到时再看吧 嗯 这里我就做一个半干湿分离 就是这里 哦 这里是半解 然后干湿分离 分开 分干好一点 嗯 你看他走的线怎么样啊 还可以啊 就是做的东西 做工怎么样 相信人家吧 不会错 细节方面 你就看不到了 太晚了 吃两年了 吃两年了 要等好久哦 现在我们在等台队等吃饭 我第一次来这里吃 见你的 看这个机会 从从几点钟走的 四点钟走到现在 八点钟还没吃饭 你这个就是 拿了就回去了 嗯 我平时都是这样子的呀 时间都是这么安排的呀 一般都是忙到两三点睡觉 然后白天又开始忙了 哎 我想问一个问题哦 嗯 就是很多 有一些网友就说 要我卖车卖房 去帮老婆 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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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看你咯 你感情深的话都可以 如果感情不深的话 感情深肯定很深嘛 打官司我都花了很多钱 我知道 但是你以后的生活呢 是不是 你以后你把房子卖了 那以后你去哪里去 你把车卖了 你做生意 跑来跑去 这个是挣钱的工具啊 到时你不方便 是不是 就是你还是店面一下 看 但是呢 现在还没有结果到时候 你再说吧 是不是 他是怎么一回事情 你现在你把 你现在还不知道 不知道原因 你就把这些全部卖了 那到时怎么搞 是不是 找出你的房子 才刚刚装修 你卖了 说出去也不好 他们应该也很清楚 可能除了我 也没有人去做老台 但是也可能啊 他们猜测 因为他们对老台很了解嘛 他们都在这里预估 那个车值多少钱 那个房子多少钱 我有多少钱 他们都已经在预估 我这几年挣了多少钱 就已经在算这个东西了 再说你们 你跟老台没有结婚啊 这个全部在你的门下 这个是你的行驶服务 你知道他们那些是什么 一回事吗 了解一点 老台说过 但是具体也不知道 但是你 这个也是 你认识他之前的事情 跟你应该是有关系的吧 我不知道 就是说具体什么 我们知道 但是老台说过 我觉得这个 麦斯曼黄这个 还是要看见 是不是 其实如果正常处理的话 人家就会说 他的事情不管 是吧 但是我现在是 你在帮他进去的 处理这个东西了 尽量嘛 尽量你能用嘛 能帮就帮 如果真的能 真的要给的话 确实能 你经过考虑 甚至考虑 能帮的话 尽量把他帮了嘛 但是你 毕竟 进去也不是一个光台的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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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